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是周比畅与单一纯 吕芳与翟萧文 不知道他们是主动退赛了 还是因为分数低被淘汰了 周比畅没有出现在总决赛上有点遗憾 因为喜欢他的观众很多 数据表明周比畅出现的时候 节目的收视率往往是最高的 虽然周比畅没能走到最后 有些遗憾 但是总决赛中的五组选手实力都很强 他们晋级都是实至名归的 在五组选手中 林子祥与胡夏的夺冠呼声是最高的 他们的输出一直很稳定 只有上期节目排名第二 其他每次都是第一名 其实除了胡夏和林子祥以外 戴佩妮和刘雨宁的夺冠呼声也不像 因为他们是B组最强的组合 几乎每一轮都是第一名 并且呢 相比于林子祥和胡夏 戴佩妮与刘雨宁的风格更加多变 特点更是突出 然而在音乐盛典的第一轮 戴佩妮与刘雨宁只获得了61分排名垫底 与排名第一的牛奶小胡子差了10票 这个分数是巨大的 林子祥与胡夏可以说是夺冠十拿九稳了 其他四组的实力虽然都很强 但是戴佩妮与刘雨宁排在幕尾实在是有点冤枉 他们不是发挥的不好 而是败在了出场顺序上面 他们被前四组的选取给坑了 我们来看看《与你走天下》是如何被坑的 第一组 大张伟 汪苏龙 我爱洗澡 大张伟和汪苏龙是第一组登场的选手 他们将搞怪进行到底 任何歌曲到了他们这里都会被改编的面目全非 这一首《我爱洗澡》延续了他们一贯的风格 可爱 疯狂 无厉头 却又有点上头 这样的歌曲当作开场表演非常适合 第二组 肖敬腾 爱人错过 老实说 在大张伟和汪苏龙后面表演是有些吃亏的 因为他们的表演太疯狂了 不管歌好不好听 起码观众的气氛是被带动起来了 如果后面的表演太沉闷的话 很难获得高分 不过呢 肖敬腾和张帝晨用超强的唱功弥补了这一点 这首《爱人错过》是本期节目出圈的一首歌 在音乐平台上排名很靠前 第三组 须之谦 锤纳丽莎 火柴天堂 如果说第一组表演是用激情打动观众 第二组是用实力打动观众 那么薛之谦和锤纳丽莎就是用情感打动观众 这首《火柴天堂》 一定要有故事的人唱出来才有味道 薛之谦和锤纳丽莎整体发挥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不如肖敬腾和张碧晨那么惊艳 这首歌最终排名第四 似乎争议也不小 第四组 林子祥 胡夏 决定 林子祥和胡夏的这首决定发挥得很完美 可以说是除了那些年之外 两个人合作过的第二好听的歌曲 林子祥和胡夏凭借着稳定的发挥 让自己成为首轮的第一名 也把戴佩妮和刘雨宁的后路给断了 第五名 戴佩妮 刘雨宁 矜持 为什么说林子祥和胡夏把戴佩妮和刘雨宁的后路断了呢 因为前四首歌的风格正好形成一个闭环 这四首歌有激情 有惊艳 有感动 有陶醉 现场的观众在第四首歌结束之后 已经用光了所有的脑细胞 能听到的风格 能感受到的音乐力量 观众都感受到了 所以即便戴佩妮和刘雨宁发挥的没有什么瑕疵 依然是排名垫底 说白了 就是现场的观众已经进入到了视听疲劳的状态 前四组发挥得太好 给观众传递的情绪太饱满 没给戴佩妮和刘雨宁留一丝空间 戴佩妮和刘雨宁唱得好不好听 肯定是好听的 可是前四组也很好听 他们的歌是否动人 答案也是肯定的 可是前面也有人让人听了想落泪的歌曲 最最重要的是林子祥与胡夏的决定 囊括了前三组所有的元素 他们唱得激情 澎湃 动人心魄 同时也是让人听了想落泪 他们发挥得太好 太吸引了现场观众全部的注意力 所以戴佩妮和刘雨宁登场时 观众已经是有些疲惫了 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不一样 他们不能快进 现场的配乐和演唱的声音很大 一期节目录制的时间也比正片要长 到了最后一首歌 观众多少会有些精神涣散 只能说出场顺序太重要了 戴佩妮和刘雨宁最后出场有些吃亏 再加上林子祥和胡夏发挥得太好 让后面的歌手很被动 不管怎么说 戴佩妮和刘雨宁排名垫底 多少是有点冤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